今天是2021年11月20日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10点28分 我拿着一尾大铁 长了一个东西 本来以为会变小的好像 没变小 从我看到天上 有很小一个东西 很小一个东西慢慢慢慢从远处飞过来 从远处飞过来 然后呢 离我们看得见的地方越来越近了 也就是我们描述的看得见 应该是离地球和太阳越来越近了 就慢慢慢慢有个东西过来了 看起来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大了 但是它那个东西它不在我们那个 轨道上面 因为原来的其他星星都绕到太阳 有个轨道走的嘛 它那个就是什么 横穿直上没有轨道在走 慢慢慢慢看 像现在目前的那个气势看来 好像在地球和太阳的前方 好像会从这边穿到那边去 好像会穿过去 从一边穿到另外一边去 另外一边去 这个时候我看到有个东西好像 有个像大苍蝇一样的东西 好像在里边 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好像在这个 另外一个地方去 在另外一个地方去 另外一个地方去 另外一个地方去 好像那个 有这样的一个弧形 一个轨迹啊 离地球和太阳比较近的地方呢 眼看着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 它拐了一下弧形的 往那个地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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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这样啊 那东西好像来自另外一个宇宙 好像来自另外一个宇宙 好像另外一个宇宙 我们原来讲的宇宙就是 我们的太阳系和银河系 而且我们都市林牌当中发现那个 发现那个 发现那个 宇宙有个围墙 宇宙有个围墙 就外面就没有世界了 现在突然看到一个东西 就敞了我们这个 敞了我们这个 我们所说的那个宇宙 敞了我们所描述的宇宙 那个玩意儿呢 那个 看起来好像 同我们这个宇宙啊 很不匹配的 很不匹配的样子 那个样子看成像个苍蝇 当是个大苍蝇的那个 不像一个 不像个球体 那个苍蝇呢 好像在飞 好像在飞 从远轴飞过来 飞过来 飞过来 按照这个轨迹判断的话 就不像 不像按照我们这个 我们宇宙里边本来有的东西 不像我们宇宙里边 本来有的东西 不像我们宇宙里边 因为我们宇宙的东西 你无论怎么样的话 你即使不按规定手的话 你觉得 哈雷卫星这样的话 进来的话也是 也是这样 有点 多多少少绕着那个 有点绕着那个 轨道弧形的那个 就是这个轨道啊 就是说是漫外弯的 那个漫外弯的 不至于有个轨迹是 往靠近太阳的时候 就是 是这样的轨迹跑出去的 从一天跑到一晚一天跑 这个就很有可能是 那个 是 外来敞落的一个 一个 东西 外来敞落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好像不在我们这个 不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宇宙 不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宇宙 我们描述的 我们这个宇宙是一个太阳 一个红太阳 有八个黑太阳 然后八个黑太阳 八个黑太阳周围 每个黑太阳之外 还有八个小孩太阳 也就是说有六十四个 而且六十四个小黑太阳 就是一个中队的红太阳 周围宇宙的边际上 有八个黑太阳 然后每个黑太阳之外 还有八个小黑太阳 原来宇宙里面就这样 然后有轨道 什么之类的 现在就是敞落这个异物 敞落这个异物 敞落这个异物 这个东西看起来就是 看它的轨迹 看起来的轨迹 看起来的轨迹是这样 进来以后 然后又往那个穿过 激进地球和太阳的时候 往那个方向走了 按照以往的轨迹的话 基本上那个一场落 本身在这个宇宙里面 这个异物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太阳 地球和太阳在这个位置的话 那个围墙在这里的话 基本上是异物的 运转的时候都是带到向内 弧形对外的 对外的 弧形的间接是对外的 不只有这个弧形的间接是这样的 对内的这个弧形间接 这个弧形间接对内的 好像这个好像是一个外来物 这个外来物 后来再仔细看就是了 好像 就相当于什么 一个圆 你看 这是我们那个宇宙的圆 我们这个宇宙的圆 这是我们宇宙的圆 那么 刚才那个轨迹 好像外面的圆 切近了 切近了 我们这个 切近了 我们这个 所在的宇宙 我们所描述这个宇宙的词 这意思是太阳系和银河系 一个独立的神体 这么看来好像 我说看到有个像 那个苍蝇一样的东西 这样进来的话 它是一个弧形的边缘进来 你把它组成起来 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圆 更大的一个圆 跟我们这个交叉了 我应该找个比较画一下 画一下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 刚才我看到什么呢 我们先不看这个虎 先不看 这个就是 这个是我们太阳 这个地球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那个银河系外面的一个 有一个围墙 这就是我们原来那个讲 尤其讲到太阳的40工程 这个详细讲了一个 他们的机构 太阳 地球 然后 现在呢 发现有个 好像那个 有个像 飞行器一样的东西 或者什么 好像轨道这样的 这样进来的 进来 这样出去 这个弧形如果把它 补完整的话 好像有个 有个 外面有个更大 有个大圆 有个大圆 好像有个大圆 看到吧 有个大圆 这个大圆 它的边缘 迄近了 迄近了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太阳系 和银河系 迄近了我们这个宇宙 那么这么说来 是不是宇宙外面 还有宇宙呢 这个宇宙 跟我们没关系的 我们 如果说 由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的话 我们一直描述的是 神创造了这个世界 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 当然现在发现了 好像有 有这么一个 今天发现了一个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了 我们的宇宙外面 还有宇宙 好像是 好像是 当然不确定 第一次发现 第一次发现 这个 而且这个 这个好像离我们 就是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那就是 这个七次啊 就慢慢慢慢 这个七次慢慢慢慢 就是要 越来越透过他 就是这个大元 好像慢慢慢慢 往我们这个小园方向靠过来 往小园这个地方靠过来 那么 这么一靠过来的话 那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就这里变了 但是也有可能 他高危 高危之间 就是 不再通过 面上什么之类的 他 有可能这个球啊 这个球慢慢慢慢 这个方向移动了 然后就慢慢慢慢 穿过去 穿过去的时候 把它就 把这个 我们这个宇宙包围在他里面了 然后慢慢慢慢 慢慢 又离开了 那又离开了 这是一个新课题 今天发现了 今天发现了一个新课题 今天发现了新课题 那我们就 我们就再慢慢关注 再慢慢关注 再慢慢关注 这是太意外了 这个太意外了 这太意外了 好 好 再讲 再讲